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父亲的同胞兄弟的 就或者哥哥或弟弟 这个难得说 我就一个独生子 我没有弟弟 没有哥哥 我没有啊 你看幸亏是四管婴儿嘛 所以这个 这个否则就说不清了嘛 然后四管婴儿嘛 你在实验室配出来 这个孩子下来 就跟父亲不一样啊 然后呢 而且是说 这段初是他弟弟的 或者哥哥的 怎么也查不清楚 然后就去各个医院检查 都说就是 结果就是这样 就不是他 这就是搞不清楚了嘛 开始以为是一个医院误诊了 然后好多医院检查不出来 最后有个医生想提一个答案 终于想出一个答案来说 他有一次在其他科学 就是在国外的一个什么 就是说 有时候这个父母亲啊 怀着两个小孩 怀着双胞胎 然后这两个是在胚胎的时候 这个哥哥就把弟弟吃掉了 就是在胚胎的时候 他这个弟弟是怀在哥哥的身体里边的 或者就等于是哥哥把弟弟吃掉 吃掉就变成一个人出来了 那一个人身上还有两种染色体 你知道吗 两种地位就是 他身体的所有的地方是一个染色体 然后性器官是另一个 就是 他的性这一块 他的经验是弟弟的染色体 就是弟弟的 他的性这一块是 就是出来的 跟他的身体其他部位就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所以他的精子里边是他弟弟的 他经验里边 所以等于他弟弟 跟他女朋友生了这个孩子 但是这个就追溯到 他在他妈肚里 因为他是个独生子 然后我说有这样一个案例 也不是好多人说 不是底下评论说 说你吃了我就会 你吃了我你就搞定了 我可以让你一辈子带路猫 你吃了我 是吗 那在这个人身上就 就有两个丁 一个人有两个 这也是个特殊案例 说是这样说 就像他这种严实 说是这样说的 但是很多事情 医学搞不清楚 那幸亏真的是四管一而复 这你真说不清了 你怎么做也不是他的 跟他有点关系 那就不是他的 是吧 不代表他这个生命 只是说他这样的一个生命 他在这个世界上 生存起来比较困难 不代表人家不是完美的 如果这个生命是天生在某一个系统有缺陷的 人家可能就是那样的生命 但只是说 你在地球上不好活而已 是吧 因为你假如你是 鱼 你是喝水的 你上岸了 每天人在呼吸 在空气里 把空气当成水的时候 你活得比较辛苦而已 不代表你不是完美的生命 人家鱼就是那样的 人家可能就是一个鱼 人家就是那样的状态 我有这样子就够了 我有一个人这就够活了 我所有的缺陷 你觉得我身体里缺某个造型 我只是跟大家比 我缺了某个状态 但不代表我 我就是这样的生命了 是吧 我是完美的 我是正确的 我不是说完美的 我是正常的 跟你比我是 因为你们大部分是这样的 所以写的我不正常 如果大部分是我这样的 你就不正常 知道医生你就不正常 你写搞清楚 这个人他正常不正常 如果一切正常 他就是那样的状态 有的人他天生的温度就高 他的肠闻比正常的 就高三度到六 六度达不到 两三度吧 有的人天生你测气 人家就是高温 就是温度 你老说人家高烧 吃退烧药 你就把他整死了 你知道吗 你说爱日常爱常 过一道说 哎呀他就是 发烧低烧 他就是低烧 你给他退烧 人家心肝脾肺 是全正常 脉搏也正常 人家也挺开心 情绪也正常 你说人家不正常 就因为人家比你高几度 体温比你高 你就说低烧 所以有时候 你拿那个指标 说人家一个生命不正常 你摸摸鱼的脉搏 再摸摸你的 鱼肯定不正常 你拿人力的标准去 去要求一条鱼 是吧 你拿狗的标准要求那只猫 你想想 他怎么能正常 翻过来拿你猫的标准 你狗也不正常 搞清楚他是哪一道的 然后再搞清楚 他正常不正常 我觉得这个比较靠谱 然后你就因为他缺了这了缺了说人家能活不过十岁 我觉得这个结落本身就有问题 比如说我们坐在这 你看每个人有各种各样的状态 你不要去要求别人一定要变成你样的那个状态 当然也不要要求自己一定快乐是没有状态的 我告诉你 不要着想 不要一定要变成某种快乐的状态 如果没有那个快乐的比较的状态 你每时每刻只叫自在 你也不会有什么叫烦的状态 不管是烦的状态在那 你也不影响你自在 快乐的状态在那也不影响你自在 最主要是我们眼睛着想 我们看过去说 嗯 怎么阿琴不在状态 有点亢奋 然后你想把这个亢奋把它压住 想变成一个不亢奋的状态 他说 现在怎么不开心呢 那个是你叫上嫂 上嫂怎么 她说那怎么怎么换的坏事来 怎么在忧虑虑来 所以 出面怎么呢 啥也不想呢 抓自在呢 表演自在呢 呼吸怎么 呼吸到底在想什么 等等 哎 你要做人这样 你想把他这个状态变成他的 那你累死了 哎 暗住 你就不要在意做人是什么状态 他是这个 他是那个 这 这就是你 这就是64挂 这每一挂都正常 每个端在都正常 这就是正常的人的状态 你可能同时具备 你今天是这样 明天是那样 你可以同时演啊 我今天是不想 我今天是想 我今天焦虑 明天不焦虑 我大火铁烦 我大火铁快乐 我今天抗风 明天我先就是烦 就或者不抗风 你只要不执着任何状态 一切都正常 这世界没事 你总是想把这个东西 变成某个样子 这个比较难搞 这个房子可以变成某个样子 只要咱们努力 都大人齐心协力 都把这个桌子样都扔出去 但是人 变不成某个状态 你要想把一个人 出这个状态变成很难 你能帮到他的是 你出现这个问题了 你说他想变 然后你告诉他执着在哪里 唯一的就是这样 你要想把他从这个状态到 你搞不定的 把这个状态 无缘无故就变成那个状态 天在下雨 你就想停 那是法术啊 那是一定要让他停 是吧 下就下一会儿嘛 怕啥呢 是吧 有很多动物等着下雨了 我们自己对自己也是 你想把你这个状态变成 把众生变成个什么状态 其实每天你都想把自己变成个什么 你又没那么多的法术 法律神通 你把这个阴的变成情的 众生在里边等着下雨了 你自己就是嘛 我们在变自己 你就是个众生嘛 你想让他呈现什么状态 首先每个状态都是正常的 只是你不想要这个状态 想要别的状态 你觉得这个正常的状态 不完美 你想要个不正常的 是吧 你觉得正常的你不对 想要个不正常的你 比不变成别人 是吧 我们是正常的 是吧 如果想要不要就像个优优独var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